来啊 本居有我 天也不能收我 为了给女儿找回龙丹 坏坏的天后将主意打在了身为蛟龙之女的后池身上 她本想取出后池的龙丹给女儿 但却发现后池体内并无龙丹 这让天后震惊不容 怀疑后池并非古君之女 加上之前后池还将她最为看重的朝圣殿收入囊中 这让天后顿时起了杀心 青木为护心爱之人自请登上青龙台 引天雷入体逼出龙丹并攻防给几招 随着一道道天雷落下 青木虽然浑身汗如雨下 却一言不发 片刻之后 一颗泛着金光的龙丹字青木的体内一出 最终飞入紧招体内 紧招得救 但是受下九天玄雷的青木 却紧闭双眼自上空缓缓而落 任凭后池如何不寒 她却再也没有睁开双眼 看着眼前气息全无的爱人 后池内心无比慌慌 她不停地往青木体内注入灵力 即便耳边充斥着众人的惋惜声 她却恍若未闻 只是不停地给青木说送灵力 一刻也不敢停歇 好似一松手青木便就过来 哪怕耗尽最后一丝灵力 神魂聚散也无怨无可 她不愿意相信深爱之人就此抛下她 到底是被青苏作困 她分明是在求死 也许是深情感动上天 青木丹田涌动竞争地醒过来 看着眼前虚弱的爱人 青木献上深情力 等我 接着便缓缓站起身来 重新召唤出太苍枪飞升而上 谁说雨天相争便不能活 我们军机也就有三节众生看看 我定是天 在众人震惊的眼神中 她再次以天雷录取 她只是以雷帝入天 重塑灵满 好魄灵 随着一道道天雷劈下 眼前的青木竟然与真神白绝身影重合 青木本已渡完四十九道天雷 如今却又引动三十二道天雷 九九之数 除了真神 还有谁能引动 这八十一道天雷 八华 难道她就是白绝 可是吴幻却不愿意相信 忽然她看见正在渡神界的青木身上 竟有一丝妖力 有力 心想此人以后必成心腹大患 青木渡完天雷之后本想为后世疗伤 却没想到吴幻杀心刺起 想趁二人不注意杀了她 关键时刻古君及时挡到 挡下致命一击 吴幻 你敢再上后吃 便要你整个天宫陪葬 键时刻下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